为所欲为 咒术回战中的五口少年狗卷有多强 敢超五条物 最近更新的咒术回战大家都看了吗 感觉从这一话开始后面就要开始不停地虐了呀 证据的内容先放一放 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讲一个戏份挺少 但是人气却十分高的角色 那就是狗卷学长 落落地说一句 狗卷学长在我这里的地位可是远远超过五条物老师的 狗卷语 狗卷学长一出现就迅速占领了动漫中五口少年的一席重要之位 五口这个属性放到二次元那可妥妥的是男神必备呀 什么轰胶洞 刘川峰 西赖瑶 但是狗卷学长和以上这几位又不太一样 他的五口属性并不让人觉得高冷 反而很可爱 因为他日常的交流都会用食物名来进行 之前还有不少人研究过狗卷学长的食物用语 这也蛮有趣的 比如鲑鱼表示肯定 鲑鱼甘表示否定拒绝 其他还有很多词汇 这里就先不多说了 鲑鱼的致命宣陷 关于狗卷学长为何会无口 主要还是因为他鲑鱼的能力 相信看动漫的朋友们对鲑鱼一定不会陌生 这就是个妥妥的bug能力呀 比如他在动漫中第一次用能力的时候 就是敢去阻止单方面奏会会的东堂 他说别动 东堂就立马定在了半空中不再动弹了 还有在前传中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说一句去死 于是任务就完成了 但是这个能力却有致命的缺陷 首先 他会对喉咙带来伤害 狗卷学长每说一句骤眼喉咙就会承受相应的痛 如果敌人的咒力相对较小 这样施放炎灵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如果敌人咒力很强 甚至超过狗卷学长 狗卷学长就会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比如在咒术高砖众人对付花玉的时候 狗卷学长说了几句话 喉咙就受了冻伤 这还是处在释放控制性炎灵的情况下 如果是释放强力的命令 比如去死 狗卷学长可能会当场受到反噬暴毙 另一个缺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无法随意开关 就连正常说话可能也会导致炎灵的出现 很可能伤害到朋友们 所以一个跟正苗红的好少年就成了五口少年了 总之我觉得若是狗卷学长的能力越来越强 还有五条物真人什么的傻事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 你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 留言下方告诉我们吧